王美花就在受訪的時候講 如果電價漲 電價不可以漲價 那大家都漲給你看 那怎麼辦呢 微漢 符合王美花獎45坪以上的豪宅 是不是你家裡應該就有 我跟大家講 因為其實剛剛那個小姐在講 那個我真的是傻眼貓咪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 大家記得2016年的時候 馬英九郵電雙漲 民調一下子趴下去 有一個電視台還把它做成9% 雖然電視台的民調中心 不知道到底出不存在 但是郵電雙漲民眾是會生氣的 當年民眾民進黨是怎麼罵的 說馬英九怎麼可以漲價 不行 電價不可以漲 油價不能漲 所以當你要反映電價 反映油價的時候 你要漲上來 其實基本上10年前10年以後 我都是同意 我都是贊成的 你該反映就反映 但是你不可以雙標 你也不可以套路 雙標是什麼意思 別人在漲就是 就是上天害你 你在漲就是反映物價 那別人在漲的時候 他有用核電 你現在不用核電了以後 漲過來天然氣這兩年 因為戰爭的關係 你的用電配比的政策錯誤 這個東西你要算進來 我覺得那個才是我要糾結的 而不是漲多少 第二個 怎麼經濟部會去做這個圖呢 經濟部後來被人家抓包以後 怎麼可能一個烘焙店 一天漲兩塊 而且他裡面要跟你講說 一個月大概漲多少 沒有人在一個月收電費的 電費就是兩個月一次 你直接給他對半砍 對不對 然後你又一個月 又變一天兩塊 那種片 這個叫套路 沒啦 沒事情 沒多少錢 結果被打臉了以後 經濟部所發出來的 那個更正的信用稿中 確實如果是有這個 烘焙設備的麵包店 一個月 一天大概要多365塊 一天多兩塊 跟一天多365塊 這差幾倍 差了150倍 人家不相信有兩塊 他說真的有一間 但是我真的 不好意思 我對他講出來 台電的信用稿 經濟部說 但是事實上 我們的試算 一天多兩塊的 這一家麵包店 是確實存在的 但沒有烤箱 因為他裡面沒有烤箱 你就對了 沒有烤箱 那我們現在每一次 那個醫生講說 你要注意 你是廚師 因為你都在油 油液裡面 每天這樣 你的肺要注意 也有廚師 他的肺很乾淨 為什麼 因為他在廚房 根本不開火 不開火的廚師 還有微波爐嗎 新車司機 每天在那邊 你要注意上廁所 有人竟然說 他只開一分鐘 他是竟然在司機 看他不開 你是在說什麼 你明明就有漲 剛剛算出來 要發現說 有那個烘焙設備的 那個麵包店 他的電費一天是漲365塊 後來第二篇新聞稿 那你第一篇 一天兩塊怎麼算的 兩塊跟365塊 差了363塊 那你想要過關 所以你只要跟大家講 所以就是要套路 會 我會對你好了 來 結果來都叫三段爬 所以就是騙人 一定要漲 一定會漲 那你就跟大家講要漲 而不是用騙的 那第二個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 跟講電費漲就一定會漲 你不相信 今天3月25號 淡價已經漲了 淡價不管產地價 跟批發價今天開始漲3塊 46塊變49塊了 再來這個麵 我一定要講 因為這家麵店 我很常去吃 那我也負責告訴大家 這家麵店在日本 是980塊日圓 我溫馨換算給大家聽 一碗就是206 當他來台灣的第一天 我跟我的家人就去排隊 排三個小時才能吃到 我很討厭排隊的 他是賣288 現在之後變298 現在要漲到 4月1號漲到310 310比起日本的價格 206塊算台幣 一碗就貴了整整100塊 就是這樣 所以一漲漲出來就是這樣 那你覺得不要跟他講說 不可以漲 不然你想要吃你就去排 會不會貴一點 到時候不用排那麼久 OK也可以 這個以價質量 但是你不可以用套路 不可以用騙的 為什麼說 烘焙業者 感覺他就是用電比我對不對 他都沒有漲什麼電 一天兩塊 根本沒有烤箱的烘焙業者 你告訴我說真有一家 大部分人都不是這樣 因為你必須烤麵包出爐 大家才來去買 其實這個漲電價 一定物價會起漲 而且現在已經開始了 舉幾個例子來說 像有政府愛做圖 他們做了一個圖上 寫了幾個case 告訴你說 這些小店家 每個月電費漲 不到33塊而已 這個每天33塊而已 不到很多 錯 他第一個就寫烘焙業者 烘焙業者全部跳出來說 我們是不用用烤箱 他們很多有耗電的 他舉那個例子 就是不用烤箱的電 而且他寫成說 他是這個被漲最少的 笑死 他說700度以下 很多烘焙者跳出來說 我怎麼可能用到700度以下 你根本就在欺騙社會大眾 那第一個是這樣 他第三點吧 應該寫到的是拉麵業者 他寫說連鎖拉麵業 也沒有漲很多 結果今天一欄拉麵 直接給你漲4% 不要上300多塊錢了 那4月1號開始漲 這不是因應 難道這不是因應說 因為店價要漲嗎 當然它是連動的 再來我要講 還有很多東西都漲了 比方說 像大家知道 你去百貨公司裡面 中間有那個攤位 我們還不講專櫃 專櫃一定漲更多 可是連中間的這種攤位 攤位 就比方說花車 花車這種零食櫃的 它都已經漲 電費1000到2000 它的電費分攤就對了 電費分攤1000到2000 已經漲了 很多人已經收到通知給我看 那請問它平均下去來說 完全不符合他們所做的那張圖 因為你漲1000到2000 一個月算下來 就超過33塊以上 結果那張圖裡面的小店家 它寫一個月最多漲33塊 還沒有更多的 你要用電用到很大量 所以都在騙人 最後我要講300萬台灣的租屋族 很多都是年輕人或年輕福奇 現在他們的電價 從一度5塊漲到很明顯的 我今天還去這個網路上查 6塊到7塊之間 那你一沉下去之後 那是多多 所以這些都漲價是事實 那你不要去 你自己愛漲價 你又不肯面對 我覺得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漲了你就坦然面對 就說就是會漲 市場機制 對那這些可能會辛苦的人 然後可能你要怎麼樣保護他 保障他 你可以去提 但是不是你明明漲了 大家都得漲電價 網美花罪最糟糕 還說業者不應該 以漲電價為由去漲物價 那就真的是你逼他的嘛 你說從下游中游上 它是整個供應鏈都在上漲 最後總體轉價給消費者 那對消費者而言 當然是很大的一個負擔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經濟部 我們的這個行政院院長 陳建仁 整個民進黨的政府的高官 真的這是讓大家覺得 不知人間疾苦 因為郭文哥 網美花真的很認真想大家了解 所以一直講 什麼45瓶 六台冷氣開始一個小時來舉例 那真的是已經讓大家笑到 止不起腰 可是真的 笑著笑著就哭了 這個2012年馬政府的油電雙掌 是馬總統馬政府對台灣的重大貢獻 因為這個油電雙掌 國庫省了好幾千億 只是你看不出來 但是2012的油電雙掌 加上2013的紅中秋事件 2014的大長花 讓國民黨在2014年底的 第一次九合一大選 六都剩一都 朱立倫贏游錫坤2萬票 其他輸光光 這表示老百姓的水平沒到那裡 說真的 真的馬總統省了幾千億嗎 你自己去算就知道了 所以你要看這種拉拉隊的 像自由時報這種 他就會告訴你說 一個月不到20塊 預九成的民生用電才漲多少 一個月增加不到20塊 把經濟部的這個公司 台電的公司拿在算給你看 一個月不到20塊 那是你的電費 可能一個月增加不到20塊 你一個月的支出 支出是多少錢 那你是不是用電大戶 你要自己去看 不過我覺得這個東西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沒有天然資源 我們電價本來就會處理 我講一下這個陳仲彥這個 說有暗語 剛剛前秋有提到說 這個我就不是很理解 因為現在是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告訴大家說 陳仲彥這個找了8次 可是我就不太理解 為什麼台南地監署 你2015年就查過了 為什麼監察院查出來 台南地監署查不出來 什麼是台南幫 反正這是新的幫派嗎 這是本省掛還外省掛的 那台南幫的幫主是誰 是黃偉哲嗎 賴清德 黃偉哲 還不夠就對了 台南幫應該是 那個時候市長應該是 賴清德在市長才對 所以包括陳仲彥是賴清德的局長 黃偉哲是賴清德的接班人 郭再清買爐渣的時候是誰 賴清德在當台南市長 為什麼監察院跟台南地監署 你只要遇到台南的彈劾都不會過 為什麼 我要特別講一下這個 從其到 因為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 為什麼台南地監署查的一年多 結不了案 我想請問台南地監署 你有什麼困難嗎 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影響是什麼 因為他還在查 所以王美玉監委 他們去調券的時候 是調不到的 因為券中在我這裡 我不給你調 我坦白講也不能給你 那台南地監署 你這個掩護得很徹底 你一查 查到一年多 我覺得太離譜了 因為如果我是立委 我就把台南地監署 我先讓一下 翻譜了 你一定會再寫 感谢观看